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积极为自己的形象打扣,清新甜美,美若花仙子 在时尚界当中女明星都有自己独特的穿搭风格,每个人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比较有个性 这个时候我们在穿搭的时候,就要尽量去选择好的服装搭配 每个不同的服装搭配都能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穿搭选择的时候,还是尽量选择自己适合的一种穿搭方式 我们的服装都是充满个性化的,我们尽量多用一些细节的设计 增加我们服装的整体感觉,让我们的服装看起来比较的有新意 比较的有穿搭的创新感觉,比如混搭的方式,或者一些叠穿的方式 都是一种不错的打扮方法 女明星在穿搭的时候,一般都是根据自己的穿搭场合进行服装的选择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穿搭体验,进行面料的服装选择 有时候我们在穿搭的时候,可能需要长裙或者短裙 来体现我们当时的心情或者气质 所以这样都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方式 女明星打扮一般都没有固定的模式 但是一般都有固定的人设 然后根据自己的人设来进行服装的搭配 每种搭配都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所以女明星都希望打扮得自己美美的 来应对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在娱乐圈当中女明星赵丽颖积极为自己的形象打扣来参加一些综艺 或者一些配音工作 清新甜美的长相 简直美若花仙子一般 赵丽颖的时尚穿衣选择 针织服装搭配牛仔裤 这样的穿搭是一种很常见的穿搭形式 这样的穿搭给人的感觉比较的轻松 比较的居家 一般这样的穿搭 我们都试上身内搭采用比较紧致的背心 或者紧身衣服 外面搭配一个宽松的针织外套 外套和里面的背心形成一个视觉的反差 这样有更好的视觉感觉 同时这样的穿搭在下半身 也要做个很好的设计 一般下半身都是采用紧身牛仔裤 这样的穿搭比较的看起来青春有活力 我们穿搭都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气质和穿搭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穿搭的时候 应该多注意一下细节的设计 这样更好的可以展现自己的魅力 这样的穿搭也少不了细节的配饰 比如我们可以背个包包 增加一些俏皮的感觉 也是一种很舒服的穿搭方法 短发墨镜搭配九分裤 这样的穿搭真实出街的最好方式 现在最近非常的流行短发 现在很多女明星也是选择了短发 短发看起来比较的精神 而且短发看起来比较的有个性 看起来青春有朝气 然后带着一款黑色的墨镜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非常适合我们日常的穿搭 同时下半身我们一般都是采用九分裤 夏天这样的装扮实在适合不过了 所以我们在上装的选择 可以更加的随意一点 可以选择多种的穿搭形式 来衬托服装的其他部分 每种搭配都会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穿搭的时候 多采用不一样的风格来增加我们的个性化特点 也会让我们服装穿搭的更加的舒服 背带裤搭配红色T恤这样的服装特别的简灵 这样穿搭出来的我们很适合 一般年轻的女生 看起来非常的小巧可爱 而且在赵丽颖身上和气质也很符合 非常的有花仙子的感觉 所以我们日常穿搭的时候 可以采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这样的穿搭背带裤子 可以采用工装的风格 看起来比较的有一只脚的感觉 而且在颜色的选择上面 T恤可以是红色的 然后背带裤子可以是白色的 比较有年轻人的感觉 而且鞋子也可以选择一些休闲的款式 板鞋或者一些比较轻松的鞋子 夏天的时候可以选择凉鞋 裤子一般都采用九分裤 这样的裤子显得腿比较的长 而且头发可以梳一个丸子头 很可爱的感觉 每一样的服装都有自己的气质和感觉 我们在穿的时候 还是根据自己的心情和穿搭的感觉来搭配 一般都是为了增加自己的高级感和气质感 所以我们在穿搭的时候 尽量注意配色和服装的款式 服装的剪裁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合理的搭配 我们每天的服装都是一天心情的象征 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好心情 也要特别注册一下服装穿搭的技巧 多看一些明星的穿搭 给我自己一个好的穿搭体验 赵丽颖的穿搭就是一个很好的穿搭方式 赵丽颖 你敢爱敢恨 活出自我的样子真美 初时赵丽颖是因为2015年的电视剧花千古 由记得当年身边人都在讨论一个叫小谷的角色 说电视剧特别好看 女主特别可爱 于是出于好奇开始追剧 从此认识了漂亮可爱又上进的银宝 赵丽颖和霍剑化主演的花千古 创造了当年的收视奇迹 打破中国内地周波剧收视记录 其个人也获得澳门金莲花最佳女主角奖 国剧盛典最剧收视号赵丽演员奖 白玉兰最佳女主角提名 金英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等 考古赵丽颖 知道了她出身普通家庭 不是富二代 也不是新二代 2006年参加雅虎搜星比赛 幸运地获得冯小刚组冠军而进入演艺圈 此后完全靠着赶闯赶拼的尽头在娱乐圈闯荡 认识她后 追看了她几乎所有的作品 比如陆真传奇 珊珊来了 楚桥传 知否 你和我的清晨时光等 作为年纪轻轻的85后 就已经拥有如此多拿得出手的作品 可见她的优秀和拼搏 有句话说得好 一个演员 最好的名片就是作品 而赵丽颖拥有很多靓丽的名片 赵丽颖很拼是在圈内出名的 熟悉赵丽颖的人都知道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大概的意思是 别让我有机会 一旦有 我会拼命抓住 她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她拍戏拼命 受伤从不喊疼 别人说起 她都是轻描淡写 后来 赵丽颖嫁给了冯绍峰 在其事业如日中天的2018年 那一年知否红遍大江南北 更是走出国门 红遍亚洲 她的婚讯让当时的人觉得赢保下架了 但赢保就是赢保 敢爱敢恨 为了爱的人可以暂时不要婚礼 哪怕影响事业 可见她是很重视这段感情的 可惜 生活总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近日 赵丽颖通过工作室宣布和冯绍峰解除婚姻关系 一时让人稀释不已 网友都在唏嘘 但赵丽颖的处理方式却干净利落 绝不拖泥带水 这很符合她一贯的风格 现在网上有一些传言说男方的说女方的都有 不管外界怎么说 小编相信赵丽颖结婚和离婚都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因为明星也是人和普通人一样 结婚离婚对他们来说也是人生大事 不可能不慎重 事情其实很简单 两个人曾经爱过是真的 所以结婚了 现在不爱了也是真的 所以选择好聚好散没什么神秘 仅此而已 有媒体说赵丽颖事业心太重 太强势了不好 这样说的人可能觉得女人就应该为感情做出让步 女人牺牲让步就一定会幸福吗 相信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 毕竟感情的事情没有绝对的错与对 关键看你遇到的是怎样的人 何况事业心多重算重 性格多强算强势 这些都是很感性的东西 衡量的标准不过是彼此能有多包容多理解对方 如果对方足够理解你 事业心宠可能会成为优点 如果对方足够宠你 性格强势不过是宠爱下的撒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没有经济地位的女人会有多惨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懂的 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能活出自我 赵丽颖事业有成 不缺钱 她要的只是一个理解她 珍惜她 宠她的另一半 赵丽颖用离婚告诉对方 你的婚礼我不等了 你的人我也不要了 赵丽颖工作室宣布离婚后 冯绍峰发博说 日子很长 过去很好 愿未来更好 小编觉得人的一生其实不长 日子也不多 人生苦短才是真的 所以不论男女 如果有可能 真的不要将就着过 想对赵丽颖说 你敢爱敢恨 活出自我的样子真美 赵丽颖为什么会红遍半边天 赵丽颖现在人气很高 说她是人气女王也不为过 但是你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红 而且大家还这么喜欢她 赵丽颖会红 主要是三分能耐 六分运气和一分贵人扶持 赵丽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在演艺圈里摸爬滚打这些年 慢慢也积累了经验 她之所以会有十年的龙套生涯 不是她能力有问题 是她的长相在当时不受欢迎 圆脸占据布了市场 市场都是瓜子脸 蛇精脸 丽颖有演技有运气 同样也需要贵人扶持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娱乐圈 贵人是很重要的 其实只要是能够让我们进步的都是贵人 包括朋友和家人 不过在这里我主要提这三位 第一位冯小刚 当时的选秀里丽颖非常青涩 唱歌也跑调 但就是让冯岛看中了 于是就成为了丽颖进入影视圈的贵人 第二位于正 于正拍摄的陆真传奇 让丽颖大红大紫 直接从18线晋升到了一线 从此广告代言也好 影视资源也好 都是让人羡慕的 第三位黄斌 自从黄斌担任丽颖的经纪人以来 不管是影视资源还是广告代言 都非常优秀 在丽颖结婚之前 每一部作品都非常扎实 作为喜欢丽颖的观众来说 非常感谢她的努力 六分运气 运气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丽颖要跑十年龙套 而有些人一进入这个圈子就备受瞩目呢 而又为什么丽颖熬出了头 和她同期的演员有些不是退圈就是去做综艺了 不再好好演戏了呢 运气是不容忽视的 她当初拍还珠格格的时候 世系的角色是小燕子和紫薇 并没有情儿 可是导演觉得她行 就让她出演了情儿 而后拍了于正的陆珍传奇 便让丽颖真正走上了大女主戏路 运气来了 挡也挡不住 但关键也在于丽颖抓住了 翻看她以前的龙套角色 看得出她一直在进步 这才有了她主角的机会 成为大女主之后 几乎每个作品都十分耐看 花千古 珊珊来了 楚桥船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等等 三分能耐 她的演技真的是不错的 再加上她个人的颜值 确实圈粉不少 花千古里面那个可爱善良的小谷 她刻画得十分生动 老九门里面 她扮演的角色似乎带着一些傲气 我们也能够清晰地看见 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就是她的演技 还好 赵丽颖做到了 并且 还在继续完善 各种各样的电视剧 观众们想不认识她都难 长得又漂亮 还是实力派 各大导演都邀请她拍摄电视剧 综艺节目也有她的身影 但没有太多的负面新闻让她倒台 不红真的没道理 丽颖一路走来 每一部都很踏实 所以如果你问我她能红多久 我只能说很久很久 今年丽颖有两部戏要播出 一部是幸福到万家 一部是野蛮生长 让我们共同期待她的新作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